光复乡东北社区发展协会争取太巴朗部落互助教保中心 让部落文化教育从幼儿杂根的目标 历经七八年的推动 今年国教署核定补助400万元的经费 由乡公所代办进行东北活动中心整顿改善工程 乡公所表示如果没有问题的话 今年底之前就可以完工 因为建筑外观被大众称之为太巴朗麦当劳的东北活动中心 在地方政府民意代表及协会 台巴朗教保中心教保员的推动争取下 部落自己设立幼儿园 自主决定教育与照顾幼儿的梦想 终于成案落定 光复乡公所获得国教署经费补助 代办进行教保中心预定建筑空间整顿空城 高度关注的乡长林清水 对于整个教保中心长余环境的改善 再三叮嘱相关细节 务必做好工具安全 光复乡东北社区发展协会为了让部落传统文化教育向下扎根 花费七到八年的时间争取设置太巴朗部落教保中心 在县政府 县议员 地方公所的协助 以及教保中心老师与教保员的努力下 太巴朗部落教保中心终于有了一个家 9月预计我们在9月4号的时候开工 那这个工程的内容是 第一个是主要的是结构它结构补墙 然后它室内装修 室内改善 还有那些消防设备的等等工程 也提供给在地的部落的民众 有一个很好的一个休息的场所 也给小朋友一个很好的一个学习环境 相关所在8月30号与部落协会 教保中心以及教保员进行施工前说明会后 建设课也预计将在9月4号动工整治改善 若没有问题 今年年底之前就可以完成 让部落幼儿孩童可以在好的环境 学习自己的传统文化 智慧与语言 后续教保中心幼儿招生师资 征聘运作管理等事宜 也将全权由部落集体参与讨论自觉 记者是预兰光复采访报道